在香港即將舉行區議會選舉之際 港警大規模的抓捕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直接拘捕或預約拘捕7人 24名民主派議員發表聲明對此表示震怒 並指出這是港府企圖取消區議會 而在故意製造亂局 8月11號晚 包括朱凱迪、歐諾軒、林卓廷 郭家綺和陳志全在內的7名議員 被指涉及在今年5月11號 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涉嫌觸犯立法會條例 被警察直接拘捕或預約拘捕 其中朱凱迪在自家樓下被拘捕 林卓廷等議員接獲警方通知安排預約拘捕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表示 他抗議政府和警方的決定 所以他就在立法會大樓內留守 等待他們進入立法會拘捕立法會議員 香港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律師不認同現在就針對立法議員使用立法條例 他解釋說 究竟可不可以使用這個法律來針對議員 這需要上訴庭在1月或2月才能做出決議 何俊仁表示 港府卻多次利用這個立法會條例 來控告在立法會會議發言或履行義務的議員 比如此前控告過梁國雄 現在控告林卓廷等 何俊仁表示 港府卻多次利用這個立法會條例 指出 立法機關的議員與官員 或者議員與議員之間有時候發生一些爭吵 甚至出現抗議行動 這都很正常 這麼多年一直存在 這也是為什麼賦予立法會主席 有權讓議員離開大會會廳的原因 但現在林鄭當局卻用這個權力打壓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 香港24位民主派議員9號發表聯合聲明 指責在5個月的反送中運動省位平息之際 政府連同警方大規模拘捕或預約拘捕 七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並對此感到震怒 民主派的聲明表示 511當天 民主派指出修例的問題 並警告此舉會將香港毀於一旦 但立法會制度扭曲 最終靠人民的力量推倒惡法 五個多月來 政府不但不正面回應民間五大訴求 反而處理指出問題的人 更動用緊急法 訂立《禁蒙面法》和線性存疑 更令香港陷入深淵 民主派的聲明還強調 在區議會選舉前夕 當局的拘捕行為更是司馬昭之心 通過激怒市民 令局面越發不可收拾 與建制派唱雙簧 為取消區議會的陰謀製造條件 和軍人不希望因為民主派議員被捕而引發更大的衝突 他認為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投票時 用投票來彰顯什麼是公義 什麼是正確的決定 不過 中共不僅要破壞區議會選舉 還企圖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 並再次提出被港人強烈反對的23條立法 中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事前撰文稱 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 是今年港獨勢力活動加劇的主因之一 文章聲稱 必須確保行政長官 由中央信任的愛國者擔任 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也必須以愛國者為主組成 林卓廷認為 張曉明這是想在 目前很危險的形勢上火上澆油 製造更大的衝突 為他們取消區議會選舉製造藉口 如果現在討論23條立法 很可能引起比現在大好幾倍的衝突 香港大律師公會也發表聲明表示 根據《基本法》第85條和第19條 香港法院必須獨立進行審判 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